新北市中和在昨天晚上的惊传枪响 这是有原警在现场执行勤检职务的时候 结果有一辆银色的休旅车因为心虚 他们竟然冲撞了这个零检站 而且当时警方是连开了12枪来喝止 但是还是被驾驶逃逸了 幸好现场是无人伤亡 警察拿着指挥棒要求驾驶靠边停 准备零检盘查 银色交车驾驶一开始缓缓靠近 但下一秒突然加速逃逸 15号晚上10点左右 交车驾驶行进新北市中山路二段 远远看到前面就是零检站 先缓缓靠近假装配合 但后来心虚加速乱钻逃逸 警方赶紧拔枪喝止 冲撞我们严警 我们严警自身安全 他才使得严警开枪 朝着他的引擎盖跟轮胎 阻止他防止危害 我开了12枪 连开12枪叫车驾驶还是逃逸 大马路上好多一个一个白色圆圈圈 标记了全市警方 拔枪扫射 也吵醒民众的美梦 目前警方也循着车号逮人 要来厘清驾驶逃逸原因 这有郭宗睿 新北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